以后方便面别再泡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试过后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首先方便面用水泡一下 再上锅蒸十分钟 这样蒸出来不容易成坨 这两块方便面够三四个人吃了 又热下两个鸡蛋快速滑熟 我每天都会分享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呗 以后想吃不贵做还能找到我 倒入火腿 葱花 不喜欢吃香菜的可以多放点 炒香后放面条 加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干妈 蚝油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开吃 想吃你也试试做吧 我敢说猪排这个做法 绝对是猪肉里最简单又好吃的做法了 鲜嫩多汁 大小朋友都爱吃 首先猪肉选用这种没头肉 瘦儿不柴 肥儿不腻 肥的切掉给老婆吃 肉的两面用刀背敲打几下 这样更好煎熟入味 而且吃起来不会色压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接着夹字幕上这些调料 记住千万别放盐 抓拌均匀 再加一勺淀粉 再次抓匀肉会更加的嫩 然后食用油锁住水分 冷藏腌制几小时 吃的时候放油锅里中小火慢煎 煎至表皮有了微焦的状态再翻面 两面都好了 筷子可以扎透就熟了 一份元切无添加 香嫩又多汁的猪排就做好了 你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苦瓜炒肉到底是先炒苦瓜 还是先炒肉 苦瓜是焯水还是不焯水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首先树上摘的苦瓜 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切好的瘦肉加料酒 生抽 淀粉 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油热倒入瘦肉 快速划散炒至七成熟 另起锅下拍算小米辣爆香 我每天都会分享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呗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倒入苦瓜 加一勺盐 大火快速翻炒至断生 倒入肉片 调味只要加鸡精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简单好吃又下饭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 下次再买鸡胸肉啊 别再谁煮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吃过 比自博烧烤还要好吃 鸡肉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放葱姜丝 一丢丢蚝油 一勺烤鞋底都香的烧烤料 一勺淀粉 料酒去腥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 您就留个关注吧 下次想吃不会做随时找得到我 抓匀腌十分钟 锅刷油放肉片 开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即可开吃 外酥里嫩太香了 您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真没想到生菜这样烫一下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首先切好的生菜加少许盐 用清水浸泡五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去除里面的虫卵和杂质 水开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我每天都会分享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呗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烫十秒捞出 整齐的摆入盘中 碗中放蒜末 红椒丝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一勺生抽 半勺香醋 少许白糖提鲜 搅拌均匀调成白灼汁 淋在生菜上就可以开吃了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 饭店里的红烧茄子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做到这一步 今天我就把方法揭秘给大家 首先将茄子切成段 再改刀切成条 然后撒点盐 用手抓匀腌制十分钟 挤干水分 加适量淀粉 抓拌均匀备用 碗中加蒜末 一勺盐 一勺糖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几个小米辣 再来点长江水 我每天都会分享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呗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油热倒入茄子翻炒 待茄子变软后 倒入酱汁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茄子鲜香滑嫩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